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其實侯友宜他在參選總統 沒有開出慶祝行情之外 他帶著新北市長這樣的職務來參選 有很多被挑戰的地方 比方說昨晚年今天就開一個記者會 他說便當會這一天 要跟國民黨的立委會面 那一天是上班日 新北市長的上班日 也還沒有請假 是跟國民黨的立委在吃什麼便當呢 另一方面來看看 這一場造勢活動也被大家抨擊 這明明是新北消防表揚大會 怎麼會變成國民黨的造勢大會 來看VCR 有一支歌響起 一聽就知道誰要來 明明是年度消防一宵表揚大會 侯友宜大進場 仿佛一秒變成全場主角 但這還沒還 一小總隊長 同時也是新北市議長的蔣跟黃帥隊 還有國民黨四位立委參選人一次排開 不知道人還懷疑難道是走錯場嗎 變成造勢大會 這氣氛讓出席參加的民進黨立委 這也是為什麼侯友宜市長他不願意請辭市長的原因 他就是想要把這個市政資源用好用滿在他自己的競選之路上 屬軍拒絕當侯友宜市長的背板 這樣子的一個造勢場合其實市府最近安排的場次非常的多 那我們也拒絕為侯友宜浪費行政資源做任何的背書 不滿去了就成為國民黨造勢背板 侯友宜之表示每年都會參加廣邀部分派系參與 但看看這市政行程雖然沒喊動算 但大進場還搭上友宜之歌 表揚大會變成造勢 僅一宵的感受問題可不是藍營說得算 現場還放友宜歌會不會太誇張啊 來其實侯友宜早在去年已經找這個專業機構來執行這個焦點座談了 焦點座談的題目呢也是針對自己的弱項 侯友宜他年輕選票是非常之低的嘛 所以呢他就是針對年輕人來進行 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來進行焦點訪談哦 把他主要的對手賴清德啊柯文哲一起做 那麼多數年輕人談到賴清德 覺得說長得很像政治人物都穿世宗嘛 覺得政經800最像政治人物的臉 那侯友宜呢最不像 人家就問說題目問說像不像政治人物的時候呢 這年輕人說不像耶很像路人 那麼這個年輕人對侯友宜的長相形容像個路人 有些人不曉得他過去當我警察 所以呢這個鏡侯人士表示說 虛然不知道侯友宜過去的風光 風光尾宴逮捕逮捕過陳慶欣 還說哈陳慶欣是誰 所以呢幕僚是哭笑不得 年輕人的部分在意柯文哲 覺得他很好玩 尤其柯在新媒體上運用 十分受年輕人的關注 所以呢他們說這是侯友宜 接下來要加強的部分 講話也很尷尬 人家說你覺得侯友宜 年輕人說像路人 他整個說看起來非常的親密 他們都搞錯定義了 我家有兩個大學生一個國中生 他們講的像路人 或者我們一般人講的像路人 是指存在感很低 要不然你說告訴我 路人總統也可以走在路上 走過去你也沒印象這樣子 那個林志玲也可以走在路上 所謂的像路人的真實 我們如果在做執行研究 這個名詞的意義叫做存在感很低 那一個全台灣最大的院匣 是新北市的市長 讓年輕人覺得他存在感很低 你說好好做事情 今天就沒做事情了 你沒有存在感 你對這國家 對這個都市 大家看不到你的作為 也感覺不到你的存在 這才是侯友宜問題 如果你要做執行研究 對名詞解釋又搞不清楚的話 那越研究越害你知道嗎 如果人家告訴你 你的存在感低 你應用在選舉上 你可能讓人家看到 你有雄才大略 或者你對台灣的看法 質地有深 如果你說 我長得像路邊的人 那就開始請路邊 路邊的人要該穿怎麼樣 所以他這樣的定義是在美化 其實說我有親和力 侯友宜的親和力是真的假的 你問議會質詢他就知道 他做到病人的 他的EQ很低很容易病人 那他存在感低 現在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這一位 他是靠大家沒有注意到他 才累積聲望 靠大家沒有討論到他 才養出聲望 可是當你成為總統候選人 一對一或者三組在那邊打的時候 就要去檢驗你 做了什麼事 說了什麼話 以前他講名詞講錯 大家不會計較 現在是說不對 不學無術 草包 所以侯友宜宜宜的問題在這裡 我如果是他的幕僚 我現在頭上疼 他以後要講什麼 要注意到 不要有錯誤的存在感 另外 我還是要回頭講一下管宗敏 他找管宗敏 我把他取一個專有名詞 這叫許立農餵蛋糕效應 就是那個蛋糕 他不是有去為許立農吃蛋糕嗎 這畫面我的印象深刻 我不要講噁心了 對長輩尊敬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對父母沒有這個態度 對外人這個態度就不應該 你去為許立農蛋糕 許立農代表的是 深藍黃復興 親共親中 然後呢 這一塊是不是侯友宜現在最缺的 深藍的人認為他 你是不是藍皮綠骨 你是陳水扁提拔的 對於一些國民黨的正統 認為說 你這個不像國民黨的人 不像宮廷裡面的人 你看管中民 外省權貴正藍 懸殊經濟 他不就像是餵蛋糕 給許立農吃一樣的效應嗎 你就看得出來 侯友宜現在呢 他已經沒有在 這一個階段 他沒有思考去擴展 往外擴 一溫層 或者中間選民 他現在是回過頭 要去說服深藍的人說 我是你們的一份子 請你們認同我 因為他不處理這一塊 就會有劉家昌 就會有郭台銘 不管有沒有搗蛋 這選就一直在那裡 然後呢 他也還沒有辦法 去處理地方派系這一塊 因為這一塊也認為 他無情無義 所以他這兩塊 要處理多久 他要用副總統的職務 來處理這兩塊嗎 那你怎麼往外擴到 中間選民 那一群認為你 存在感極低 認為你是路人 那這個他的幕僚 要去向社會解釋 要去塑行 好 其實 冠田你今天就很氣了嘛 要求市長回 議會結果被藍軍杯葛 你說侯友宜對全民負責 是不是全民除了新北 他都負責 不是 侯友宜話就講很大聲嘛 講說如果我當選總統 我要進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姑且不論國情報告 有沒有被詢啊 你這麼愛面對民意 你現在就市長好好進來面對民意啊 為什麼 我們新北市議會總質詢到五月十五號 所有的議員問他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所有人都說你要選總統了啊 會不會荒廢市政嘛 我們市民我們代表民意問你 你有義務要告訴大家吧 五月十五之前完全不講 突然兩天之後 嗨大家好 我是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參選的侯友宜了 天啊 啊那你過去是在什麼 是在騙嘛 現在郭台銘陣營的很多資訊也出來了嘛 很多跡象都已經證明侯友宜就是要選總統了嘛 那你從頭騙民意到尾 現在好啊 五月十七你現在宣布參選啦 你自己講的 說你要讓全民來負責 為全民負責 那你這為全民負責不含新北市嗎 我們提出來報告很合理 現在侯友宜傳出說 他要一路代職參選 到九月才請假 不請辭 可是傳出 新北市的副市長謝震達 副秘書長張其強 法治局長吳宗憲 局處首長副秘書長副市長要請辭 進駐到合友宜的競選總部 天啊 亂了 市長當總統候選人不請辭 不請假 市府的官員請辭去他進總 市政府是變空城 用盡所有的行政資源 你看今天這個畫面為什麼會鬧出爭議 這是一個義消的表揚的活動 義消表揚的活動是市府公開行程 藍綠明帶都到場 重點不是藍綠明帶 你那天243個義消楷模 都是服役很久的 服情很久的義消耶 你知道那邊畫面為什麼引發大家的憤怒 寫這則新聞的記者是自由時報無人節 以前是瑞德哥的同仁 他是專門跑新北市警消的 消防跑很久 他這個人是完全不寫政治新聞的 因為亂了套了 他連他都會寫這個新聞 罵這件事情 為什麼 表揚義消啦 一字排開 全部都是跟侯友邀一起選總統的 國民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全部把中間的位置全部站滿 然後把義消擠去兩邊 主角應該是義消隊 所以就搞成這樣啊 可是就是行政資源的極致 所以惠明姐 我不擔心他會變第三 因為他自己要不要變第三是他的事 可是對於我們來講 你不能用市府的資源 變成你競選的機器 這是監督的問題 好我們來看上報這篇專欄 侯友宜的問題不是兩岸而是空心 他怎麼說的 他說侯友宜的問題不是 兩岸官不是不本土 是他幾乎沒有任何選總統的準備 熟悉新北市政府團隊人都知道 侯友宜對義文文化活動非常生疏 裝的樣子也不多 也這個通常行程就不安排 因為語言的關係 不喜歡跟外國人打交道 外國人參訪來到新北 能不去就不去 都交代旁人代打 侯友宜確實不懂兩岸 從總統參選的角度來看 他的問題是外行跟空心 侯友宜現在拿著反對台獨 反對一國兩制的無限迴圈 可以打發台灣記者 但是如果他九月到美國的話 他以為自己可以拿著這一招辦事 或是美國的兩岸專家 跟國務院專員的話 這不只是天真 而是無知了 他的高民調來自於 他身為國民黨地方首長 卻不像國民黨 但現在坐上了國民黨的權力頂端 民進黨跟他形同末路 郭台銘對他愚怒未消 柯文哲笑禮藏刀等著超車 連聯合報的民調呢 就他都掉5% 所以說他現在最後就是選擇取悅聲蘭 希望能夠守住基本盤 所以照這個情勢來看 如果只守住基本盤 他不是變小三嗎 不是 侯友宜會不會變小三 不是任何人可以影響的 是侯友宜自己決定的 不是很想講的 就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聯合報跟國民黨的關係 包括過去國民黨有很多黨內的初選 其實都會找聯合報做 對 聯合報啊 TBS是他們相信的民調中心 那你在侯友宜宣布徵召 隔天做了個民調 侯友宜掉5% 我直接那麼講好了 媒體做民調一定要公布 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公布 不一定 有的時候不公布 侯友宜跟聯合報的關係 侯友宜有能力影響人士 地方記者人士 他下面的人 居然就讓聯合報把這個新聞發出來 還坐在頭半頭 很反常 他可不可以拜託一下 這個民調這樣子那麼難 看5% 如果今天聯合報不公布 有沒有人知道 不會有人知道 侯友宜身邊下面的人 有沒有人有能力處理 我為什麼講影響人士 聯合報的人士 有一些人士他都已經有影響力了 他會沒辦法拜託聯合報 我這個選舉行情都還 弘利都還沒開始 你不要破我這個人是誰 我沒有叫你作假 你可以不要公布 你可以等下10天20天下個月再公布 這樣做有沒有很過分 我給你拜託 對不對 我沒有講他影響新聞自由 好 再過來 因為嘉鴻寫那篇我用另外一個方式講 我以為你最近跟那個美女好電子報的 吳子嘉董事長他們有合辦很多活動 對 就是那個董事長開講 預計應該是三場 第一場已經辦過了再三重 吳董在辦這個活動 你所有看到的東西 他其實就是一場秀 這是一場美式選舉的秀 所以他很多東西其實是有沙板推演的 當然不是像演戲一樣都有腳本 不是那個 但是你要講什麼話都會有準備的 侯友宜上去那個姿勢什麼 他視線都要讓他教一下 否則你會不知道手腳擺哪裡 因為那個侯友宜 跟你平常看到四衣侯友宜是不大一樣的 因為那就是一場秀 所以你要戴那種像 像這個賈博士那樣的耳麥那樣子 你注意注意看那一天的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不大能背稿 他背不起來 所以他講話就會 他只能抓一個綱要 好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麻煩 不小心會講錯話 那天是不是就講錯話 在介紹謝榮介的時候 我不是要在消遣這個事情 然後你再注意台下提問的時候 因為那個袋子就在網路上 YT就有 遇到有一些他不熟的題目 他會開始Repeat 中華民國這些東西就會出來 那你現在只看到一次董事長開講 禮拜天吧 二十七號 高雄 會有第二場 第三場聽說在台中 不知道敲定了沒有 萬一又遇到兩岸這種他不是很熟的問題的時候 我會很怕他又Repeat 好你一次沒關係 兩次沒關係 三次四次如果一直下去都這個樣子 他自己會限制住自己 這種網路表演 主要是四十歲以下 三十五歲以下 越年輕的越愛看 所以他這是在衝年輕票 對不對 就是另外一個 不要讓年輕人在說他是路人了 對 好 可是你如果講錯話鬧笑話 也會被笑很久 你知道那個很傷 不要到時候鬧個笑話 以前常常消遣韓國瑜 上課上了兩個小時 結果 睡去 不是睡 後來沒聽懂 好 注意力無法集中 半路把老師叫回來 不要 你不能出這種事情 因為 老師離開了又叫回來 半路把他叫 重講 因為侯友宜 侯友宜現在很多人在幫他寫稿子 可是那都 那都不是侯友宜的思維 對 所以一不小心他就犯錯 所以你說變小三 把柯文哲跟他擺在一起的時候 柯文哲會比他有趣 有趣 可以當總統嗎 來 傳出九月要訪美了 侯友宜說跟友善的國家多交朋友 朱立倫也會陪同 昨天我們稍微回討論到這個話題 覺得說 放這個消息 是不是給侯友宜難看 幹嘛要朱立倫陪考 果然你們民進黨就見縫插針 直接說九月回來 會不會陪考的變正曲 在那邊講侯友宜獲針招之後 民調不爭仿將 陳輝文 他說會不會到時 有人開始醞釀喚侯 他說 民進黨 民進黨誰敢不賣賴心得 民進黨誰敢不賣柯文哲 但是國民黨誰敢不賣侯友宜 意思就是難度很高對不對 邱毅也講了 邱毅說侯友宜很麻煩 去美國華府也沒有人脈 國政經濟 國際經濟又是他的弱項 到時候朱立倫賠考 恐怕沒有朱立倫賠 恐怕也過不了關 到了九月 侯友宜如果繼續往下跌 美國對安安又不滿意 朱立倫會不會又要犧牲自己 假美國之命 取而代之再次換侯呢 我覺得換侯 這個傳言是朱立倫這輩子的宿命 誰叫你換過柱 對不對 邱毅啊嗎 你都意思嗎 我不認為他會換侯 只有他有經驗 只有他有經驗 他會換人 他不拍人 不是 別人怪陳輝文 我坦白講 有前科啊 會講換侯這件事情 一切都是你朱立倫自己做的來 國民黨都不利民進黨 侯友宜聲望不高 民調下降 後面那個新聞就說 是不是要換侯 為什麼 因為你換過柱嘛 所以 這是朱立倫這輩子最大的夢魘 未必會換 那侯友宜後面表現會出包 也是必然 剛才東豪講出一個問題 侯友宜要上台被問那些問題 他事情不知道嗎 那些都是知道的基本必考題 第二個有沒有人幫他補習 有補習 有沒有人寫稿 有寫稿 你還給我講錯 你還會講錯啊 就是說那個經濟 國際外交 軍事區安全對中議題 這些是國家領袖的基本必考題 你不見得要成為專家 但是你要有基本常識 你問他基本常識 他念那個稿 你一聽那個生硬的程度 叫做那些年 頭都變了 那都要臉書都會斷錯 你知道嗎 那 所以侯友宜的問題在自己 所以剛才講 九月份去美國繞一趟 會不會出什麼説 見到什麼層級的問題 再來 人家會不會出考題問他 你講過的那些話 請問是什麼意思 侯友宜現在最大問題是 他自己講過什麼話 因為人家寫了稿嘛 他會不知道自己講過什麼 你知道嗎 他講過什麼話 那你講的當時的什麼 友宗什麼什麼 那些到底呈現在國家政策上是什麼 你的一個 他最近不是講一個很有名的話嗎 我到現在 我還參不通的殘異耶 一個中國 就是大家都是一個中 一個中華民國 我說你這個大家有沒有包含習近平 有沒有包含中國那邊的人 那他們有沒有跟你在一個中華民國 那如果人家智慧會問你就是你這樣的主張 你這樣的主張是要準備反攻大陸 要不然怎麼會是 大家都是一個中華民國 所以很多東西你過不了關 因為你是硬背的 而剛才講的 換吼可能是一個笑話 可能是朱立倫宿命 但有一件事情是一定會發生 棄誰保誰一定發生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預測 九月到十月 如果民眾黨的幕僚夠強 一定是推出一個 也許是對民進黨不好的一個口號 下架民進黨 棄猴保科 前面有一個前提 這件事情 所以要棄猴保科 為什麼 因為我比柯文哲 柯文哲比猴友民調高 因為我有誰有誰有誰支持 而他現在民調一直下滑 我在往上走 我們兩個分裂的話 那賴清德當選 所以為了什麼什麼什麼 棄猴保科 那件事情十月份左右 他會發生 你覺得會發生 他一定發生 而他發生的時候 你覺得猴友民調會繼續往下走 我跟你講他發生的時候 猴友也還不知道怎麼救 猴友也要救這件事情 還要靠郭台銘出來 拉他起來感動人心 所以你現在 我跟你講 我現在算對猴友也很好 你看不到郭台銘 不要這麼飛機 不要打電話 不要做什麼 你到十月份這個時候 你需要有人跟你手牽起來的時候 那個人可能是朱立倫 那個人可能是韓國瑜 那個人可能是郭台銘 你到時候沒有手要讓你牽的時候 你就沒有藝藥 這個事情在選舉的節奏上 十月份應該會發生 我插一句話 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猴身邊 還有國民黨中央有一些人 蠻驕傲的 那個驕傲叫什麼 就是說他們對於郭台銘 跟猴友也這樣徵召民調裡面 他們就認為說猴友也是 讓一隻手 我扭一支手 都沒有造勢嘛 我講 所以現在要去高雄啊 我不要講名字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不是年紀很大的 國民黨的朋友 那我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那個心態如果在猴身邊繼續有的話 這個會很糟糕 來 老師 我覺得剛講說他有找年輕人做交點團體 表示他重視年輕的票 但年輕人說他是路人 你這是一杯沒有味道的白開水 我們常常講路人假路人蟻啊 就是你在我身邊經過 我不會不注意你啦 我倒不是說有貶低路人的意思 一個政治的路被人神說是路人 就表示你沒有任何的個人魅力 你吸引不了大家的眼球 但或許當刑警要隱蔽在人群當中 那個叫偽裝 那個叫偽裝 假裝成路人 要躲在路邊偷開發開 對啊 警察就是要假裝啊 假裝垃圾桶 還有假裝跟那個女警當情侶 他可能以前是跟葉月娥 假裝久了旁邊只看到朱立倫 所以我說他如果真的他去美國 他一個朱立倫說要去 這個消息很奇怪 這個消息不是 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辦的 對 我跟你講 他如果跟朱立倫 他跟朱立倫一起出現在美國 美國人以為侯友宜是朱立倫的誰戶 你是來摔擋子彈的 對 他長的樣子三本頭的樣子 朱立倫一表長 一表講英文啊 後一部講英文啊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這個對他的反差就很大 那你想想看 他現在就是在講他當初 白小燕命案的時候 白小燕命案是哪一年是 1997年 26年前 他現在想拿他當初的刑警 這些案子來 正義的形象 對 來那個 我覺得可能達不到 就打動不了年輕人啊 所以我覺得 河友宜現在很麻煩的地方 就在說 他現在人設 本來過去我覺得他當市長 還蠻清楚的 可是現在到了選這個總統 他找那些 他現在 你看他問他說 你今天不接受九州共識 他說我反對一國兩制 這什麼回應啊 我問你 你你你你你喜不喜歡吃肉包 我愛吃漢堡 這什麼回答啊 我是要問你 愛吃肉包 你跟我講什麼 你愛吃漢堡 那兩個問題嘛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河友宜他在這些問題講 你去美國 人家怎麼考 你要問你的時候 九二共識是國民黨的黨章裡面 核定的哦 你是國民黨目前推舉的總統候選人 你介於九二共識 你竟然 不知道要如何回答 你會不會覺得侯友宜就是不講支持九二共識 他還可以保持他的本土籃的 沒有他本來想這樣 他過去 深籃就是要投他 他心裡就是打這個算盤 他過去就想說 這個策略能不能成功 他過去想說 你看啊 我好像不籃不綠 我可以先撿到一些淺綠的票 就是我是阿扁提拔我當警察署長對不對 我可以撿到綠的票 哎 我是國民黨的 這個提名者 藍營 他這個策略在新北市兩次選舉都成功了 藍營含淚會投我 但是新北市因為都沒有兩岸議題嘛 是 所以很多藍營的人或者黃夫欣的人 覺得你無害 反正我沒有別的候選人 我投你 反正我也不會覺得不好 所以你覺得總統選舉他講清楚 剛好相反 他現在變成兩面那個摩西啊 往哪邊靠了 綠營的人 因為你是國民黨籍 所以你說你反對一國兩制 我也不會投你 因為你不夠綠 藍營的人 三男的人 他覺得你不夠藍 你不你竟然敢為 不應該反對一國兩制 這個也不行 就變成藍綠都各自歸對 我覺得這個是侯友贏目前最大的問題 好 其實這個國民黨軍庫也是有幫他忙的 建議他說呢 我們就瞄準綠營執政的治安痛點 你就三件拼正義好感度 這個怎麼樣 要加深警探的正義形象 也要加強30歲年輕人對他的好感度 所以他昨天不是很大聲說 賴慶德你難道不用負責嗎 詐騙極端的事情難道你不用負責嗎 好 而且呢也宣布了 侯友宜若當選要恢復 特徵族 哇哇哇哇 哇什麼呢 哇 民進黨防疫貪毒的弊案 就是接續五指甲 五指甲紅哥嘛 好 現在就接續 防疫有沒有什麼 弊案 好這個就要把這個氣勢做出來 結果侯友宜憲說 自然是我的專業啊 民進黨馬上說 哎 今年新北刑案全國最多 研究到什麼地步 那麥比 但那比同期 他一樣是他當市長 你新不在新北市的時候狀況是什麼 2023年1月到4月 新北市刑案發生總數是10638件 全國縣市發生案件數最多 那你會說 因爲新北市人比較多 所以案件數會比較多 好 但是呢 比起去年同期 你增加了11.34倍耶 你市長執政治安從2020年的第9名 到過了兩年變第17名啊瑞德 沒有錯 事實上呢 那麼他說自然是他的專業 對啊 要不然全台灣 我找社會新聞三四十年對不對 什麼時候看過有人 搞孩子拿衝鋒 拿個衝鋒 步槍出來 然後旁邊都是客廳車 都是公車 然後當街光天花日之下掃51槍啊 怕死人 也只有你新北市有這樣的一個能耐 跟這樣的一個本事啊 你的自然真的有那麼好嗎 對不對 你不可以說 我都有破案耶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為什麼一再發生 五股發生槍殺那個氣勢案 然後這邊都開幾層 那邊都開幾層 四個開層就對了啦 重點不在於你破案與否 重點在於他為什麼一二再再發生 趕來這個地方 你看昨天警方不是又在三峽破那個 竹聯邦的一個相關的據點嗎 很多地方為什麼他們敢在新北市這樣做 必須去反省跟檢討 不要在那邊說專業就對了 那麼何友宜 昨天還在講那個陳金星 那個南非五官官邸的案件嘛 這個案件 當時陳金星衝進去南非五官官邸的時候 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因為他是北斗分局的這個像說 轄區啊 當時趕到了這個刑事組長 那麼趕到跟陳金星兩人對掃對不對 第一時間去的那些人最擁有 為什麼 陳金星高天明 他們殺到是塑鋼短 那個手槍 但是是塑鋼家常型的彈夾 拿來拿衝鋒槍這樣掃 我這個朋友時尚很高 他叫許鴻平 子彈從他兩腿中間掃過去 一個不小心就再見了 一個不小心他就死了啦 總共對打了一百多槍啦 你知道嗎 第一時間啦 陳金星綁著小孩 然後在南非五官官邸裡面 我跟你說 台灣維安特勤隊兩個狙擊手 由這個所謂的海豹部隊 那個所訓練的那個狙擊手啊 直接警戒狙擊手 早就瞄準陳金星的頭要打下去了 是因為當時的警政高官認為要活桌 所以沒有打沒有打他的頭啦 還有 郝友宜全身穿黃彈衣 黃彈頭盔 裡面就是那個秋風光 把相關的小孩抱給他的時候 好嗎 請問一下有另外一個人 沒有穿黃彈衣 沒有黃彈頭盔 就進去冒生命的成績 你來跟陳金星說 謝長頂你為什麼都不說 你為什麼郝友宜不講這個現場庭啊 你有聽到郝友宜去講到說 那時候第一時間來的是 包括我剛剛講的這個 幾個警官跟他槍戰差點死掉了 那幾個 他有講過嗎 沒有嘛 沒有錯 郝友宜有貢獻在警戒之戰裡面 但不是光環都集中在你一個人嘛 洪文凱今天不知道是 吃到醬油還是怎麼樣對不對 至少洪文凱敢講他說 郝友宜的團隊要加緊腳步啊 總統的職權是 外交 國防 軍事 兩岸 既然不講以後辯論也會講啊 為什麼不趕快講呢 然後還有 民調第二名代表什麼都缺 不用自己騙自己 他這樣說 他想他第二名 他承認他第二名 他說民調就是 民調就是不用自己騙自己 然後呢 大家要知道方向在哪裡 黨中央要有明確的戰法 戰術 戰略 好好跟總統參選人對接 大家都沒有拿出辦法 會讓支持者失望啊 今天人家這樣說呢 說什麼意思 他講的是在外面 他本來算猴系的耶 不是 猴友宜現在一定很會 早知道我就不會跟你騙 猴猛凱一定是吃了純實豆 我告訴你 純實豆沙包 我告訴你 因為已經騙好了 我告訴你 可是至少人家敢講真話啊 猴猛凱啊 過去我看他在國民黨內 都很溫和啊 怎麼現在變得很激烈了 因為有隱形讓他選情了 因為選情不好 或者大家看到他可能勝選 很危險的看起來 那我看他這樣講了 吃了誠實豆沙包 開始講實話了 但是他也不要擔心啊 因為現在就算沒選上 猴友宜現在市政府缺了好多員額耶 很多人都跑去什麼局長啊 都跑去幫猴友宜啦 副市長也跑掉了吧 就不用擔心 沒選上孟海兄 還是有很多位置的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 現在新北市那個市政府 開始大門口貼真人啟示啦 國民黨這個年輕有四肢事 趕快去爭取 都是高階文官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現在 真的 洪孟凱他講出了一個 猴友宜 他兩個都姓猴嘛 猴猴講出真實話 我覺得這次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好 那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新北市 這個刑案比去年同期增長11.34 猴友宜猴市長也沒有 我在這裡補充一下 我跟你講 很假 不要用那個 不要用那個所謂的人口比數 為什麼 因為新北市有四百萬人 所以你用的 畢人說我新北市發生率比較低 不要用這個東西 你是多少六都你的刑案是多少 破獲是多少 自己還要跟自己去年比 你自己一到四月比去年增加的一成嘛 那你自己要還行跟檢討嘛 過去有人敢開五十一槍嘛對不對 朋友就是騎出來說 民進黨你詐騙的事情 你貼詐騙的人 騎著我怎麼說出來 結果民進黨也翻一翻 你也站在亞太國際集團 詐騙主席請起松的旁邊 這個人他違法薪金 可是超過十億的 你不就說要請坐 周桑口你現在站在旁邊 已經一審逼受惠背叛十年徒刑了 沒有 國民黨就回立標嘛 回立標就回到自己身上啊 之前那個IMB的事情 有時候國民黨怎麼打民進黨了 所有跟他們相關的人 只要有合影過同框被照相 做梗圖做貼圖說你們就是詐騙集團 用徐曉星一樣的標準啊 這個是誰 這請起松啊 請起松當時我們不知道是誰啊 是誰揭露說他跟IMB這個詐騙 是同一票人 是國民黨的張詩綱耶 畫圖把他畫在一起 說這個人哦 就是詐騙集團的其中一員 重要成員 結果照片啊 秦起松這個詐騙集團啊 據張詩綱講出他詐騙集團啊 跟侯友宜站在一起啊 不是只有一張 還有很多張 還有坐在一起 還有坐在一起 來來來來來 讓李嘉凱公你不要拿照片講話啊 你看這有第二張啊 一樣嘛 你看坐一起的你看 定語哥剛才講的坐一起的 開始站一起的 一堆嘛 不是嘛 你們這樣打之後就回立標 人家只要兩個合影 你們就變成說是詐騙集團 你這樣一樣標準啊 要不要叫侯友宜退選 要不要叫侯友宜不要選 不是這樣打的嘛 回來治安啦 剛剛瑞德哥講的 我講 讓我給你一點點時間 講一點原由 侯友宜在2018年 接棒朱立倫的市長的時候 刑案發生數 六都新北就是最高 六都第一 然後我認為到這裡沒問題 因為新北市人口數就是最多嘛 所以發生數最多 我的理解 可是我要談的是說 你要選總統前跟選總統後有沒有變化 市民有沒有因為你選總統之後 自然變差 答案是有嘛 侯友宜在第一任四年市長的後面三年 他讓新北市的刑案發生數壓到 僅次於台北市 就是我們的最 我們不是最多了 最多變成 治理比較無能的柯文哲 變成台北變第一了 新北市交到第二了 當時我看到再不滿意侯友宜的人 也覺得說 你侯友宜你當警政署長出身的 你的認真打擊犯罪 數字有顯示出來啊 不是做不到 對 那我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同樣數字 同樣的指標 在去年以前 他的市長第一任的後三年 可以壓到不是六都最多 到今年的第一月份 一開始是一月份到三月份 又回到六都最高 有心沒有心而已 加四月份又一樣是六都最高 所以我覺得這沒什麼好講了 你沒心 你就讓整個刑案發生數變多 然後呢 誇張的程度 那一天開五十幾槍啊 累積起來六十幾槍啊 這種事情光天花日 在其他縣市也前所未見 那這次就是侯友宜 有心五心的差別 好 來看兩黨之間格局不一樣啊 對於國民黨來說 是不是第一階段整合 第二階段呢 第三階段整合 他不是用國民黨的一個理想跟價值 來說服選民投他一票 他是說 反正就是把民進黨拉下來就對了 把民進黨拉下來 哇那個政府官位這麼多 大家都可以分一分了啦 所以不管藍的綠的白的 藍的白的通通或在一起 這是國民黨的一個手法 民進黨呢 針對這個立委的監困選區 有了不一樣的做法 要組織一個所謂的民主大聯盟 這大聯盟成員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前時代力量的 這個還有包括這個社民黨的 一起來努力 那麼林非凡這次是不是要加入選戰了 Thank you 這次是不是要來這個合作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次的民主大聯盟 有哪些成員 二零二四團結一致 正必握拳高呼口號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領軍 推出三次克 吳徵 李正浩 曾柏渝 出戰新北壁委監困選區 今天我們所介紹的三位年輕人 他們都來自不同的政黨 民進黨不敢話題之心 要推動台灣進步 必然要重視年輕人 監困選區第一波提名 秉持跨黨派 跨世代 跨領域 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在第九選區永和區 跟國民黨出身的政治評論員李正浩合作 對戰六連霸藍衣老將林德福 上屆立委選戰 民進黨拿下百分之三十七選票 是一級監困戰區 意外嗎 我蠻意外的 從蔡英文總統到賴清德主席 捍衛中華民國 捍衛台灣的方式 跟我高度一致 另外新北第八選區 推出中和在地子弟 太陽花世代的前世代力量發言人吳徵 接棒江有昌 對戰前欄委張慶忠兒子張志倫 第十一選區新店區 徵召成代表綠黨參選的曾柏瑜 對決羅明財 兩人都將加入民進黨 我的對手 是來自張慶忠家族的公子 張慶忠當年在立法院的半分鐘事件 就是引發我們當年太陽花學運 所有十一選區的鄉親都清楚 羅明財的黑道背景 他服務的是既有的利益結構 擔心得不只提名年輕世代搶供年輕票 終止會上找來網球國手盧彥勳報告 似乎也把目光瞄準體育界 難不成不分區立委有意跟他合作嗎 替體育發聲我們都很願意一起合作 我們是梅玉立設立長 但今天也沒有討論到這個 不管什麼不分區的體育的專長 在這個上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們都樂觀其成 綠營刺客兵團陸續出擊 立品守住國會過半席次 這個新聞做得太震驚了 這個這一排怎麼沒有雞排妹 雞排妹不是要參加了嗎 你選車會的講一下 這怎麼樣的考量 亮點是不是雞排妹 我們還沒有逛到夜市買雞排那一拍 你猜一下跑到雞排妹 我不知道怎麼去講李征浩了 你知道嗎 基本上這是一個概念 一個概念就是 政治民主政治不應該整碗旁 賴清德當然要努力選上總統 因為總統對國家的影響太大 選錯人是無法回頭的 那國會是一個監督制衡的力量 而國會也很重要 所以民黨這一次面對國會的態度 我舉一個最明顯的對照 上一次蔡英文總統選舉的時候 我們口號是小英當選 國會過半 可是這一次是賴清德當選 後面國會過半 我們沒有跟著這樣做了 這一次主張的是民主大聯盟 所以這個民主大聯盟你可以看到 以目前看到的曾駁於是 我記得賴清德那一天 徵召的時候他說 目標是這個 單獨過半 我聽了也是吸一口冷氣 我相信後面不會再講了 但是我現在就講說 我現在就說 風不一樣了是不是 任何政黨當然都希望單獨過半 但我們體會到台灣現在面對 中國的威脅挑戰這麼大 可是台灣在世界的機會 也如此之大 什麼時候全世界重要的會議都在講 台灣是全世界重要的經濟重組 都在講台灣 我們要延續 所以當機會如此之大 威脅也如此之大的時候 他就不是一個黨的事情 作為一個執政黨 作為一個台灣培養的政黨 我們有責任 團結台灣最大部分的人 而不是一個政黨 整碗旁 所以在賴清德 我們認為他是最適合 承接小英下一任的總統 而國會應該是什麼樣貌 那今天其實這個 這一波的這三位的 理浪或提名 是呈現國會樣貌 很重要的一步 曾柏妤 綠黨出身 選過局 吳征 時代力量出身 選過局 李政浩 國民黨 親民黨 都有關係過 然後選過局 這三位 政黨的成分 完全跟民黨都不一樣了 正至於李政浩 他的成長背景 也沒有太陽花這一段 跟我們的也不太一樣 可是因為他們有一個 共同的DNA 叫做什麼 台灣跟改革 是 李政浩推動國民黨改革 然後後來不見容於國民黨 這個曾柏妤跟吳征 他們在社會運動 在學生運動 他們有他們的路線 跟民黨未必一樣 但他們為了台灣 也為了改革 這兩個DNA 是台灣年輕世代 很值得加 我覺得佩服的勇氣嘛 所以用這個標準 我可以預告 我們在未來 你還會看到很多個 這樣的組合 對啊 你趕快 跳過來講鄭家純吧 鄭家純是誰 雞排妹 雞排妹我就認識了 他是不是拿出來選 在黨明鏡黨 我不能替他講 但是我可以 就我了解的是 鄭家純他有意願 披戰袍 那民進黨要把鄭家純 放在什麼適當的位置 去發揮到最大的力量 甚至於今天來 我們中常會報告的 盧彥勳 網球一哥 永不放棄的力量 盧彥勳 他們兄弟兩個 來今天報告 網球運動的發展跟未來 這個是意外 他下來的時候 記者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要去 民進黨要提名 你當不分區 他不排除任何可能 我們都還沒談到這一趴 也就是說 類似這樣的年輕人 要多元一點 我們是不是應該 多給他們機會 所以類似這樣的年輕人 民進黨當然也有 像冠庭這種 一步一步這樣 努力上來的年輕人 而盧彥勳 鄭家純 或者未來還有其他 其他的年輕人 他們是在不同的位置上 也不斷的為這個國家努力 鄭家純如果出來選 很亮點 這個要看放在什麼位置 但是我現在就覺得 鄭家純 那我就我知道 還有幾個蠻漂亮的名單 你們也想像不到的 那他可能也會出現在 那有的會代表民進黨 有的會無黨 或者不同的路線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 民主大聯盟 持續大改革 我要代表政論節目 謝謝你們 因為我們比較多的話題跟亮點 廣告之後我們要連線李政 李政浩原本就是感覺 比較偏藍的色彩 雖然他對這個藍綠兩黨 都是批評的 那麼為什麼這次決定 要跟民進黨來做合作呢 馬上回來 好 歡迎您回到新聞現場 這個民進黨在這次立委的 這個特別是監困的選區當中 做了一個民主大聯盟的概念 要進行跨黨派的合作 那麼蠻多年輕亮眼的新秀 都在這一次推了出來 那麼當然對於苗伯雅 大家不意外 他本身藍的色彩 不是那麼重 包括曾柏渝 吳征 林非凡 陳柏惟 黃傑 曾文學等等 曾文學在苗栗 也非常的出色 這次如果真的能夠出來選 三線立委說不定 也是有機會拿下苗栗一席 那麼李正浩 感覺是比較藍的 他這一會兒 跟民進黨是採取合作的方式 而不是徵召的方式 他的想法是什麼 為什麼選擇跟民進黨合作 因為也有其他的政黨在找他的 所以為什麼選擇跟民進黨合作 我們現在連線李正浩 正浩你好 因為第一個我的選區是永和 永和確實是非常非常藍的選區 如果用民進黨擠在那邊選 未必是對民進黨來說 會得票會比較高 這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這一次民主大聯盟是跨黨派 然後跨世代跟跨領域 所以說其實在談的過程中 民進黨也沒有一定要對於 合作的對象要加入民進黨 民進黨有個很重要的理念跟我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內政方面未必完全都一致 但是我們覺得這是關起門的事 跟門打開面對中國的威脅 我們都有同樣的理念是 我們要讓台灣變更強悍 來面對中國威脅來抵禦 可是國民黨是完全相反的 是要和談 要委屈 要求權 所以其實在談的過程中 只要在大架構對於本土力量 希望更強悍 然後更團結的理念相同的話 民進黨都可以合作 就我所知其實有其他黨跟你接觸 你現在還蠻夯的 其實有 你為什麼沒有選擇 你為什麼沒有選擇民眾黨 而選擇民進黨 我覺得狀況是這樣 第一件事情 我認為此時此刻台灣最重要 要在2020要面對的問題是 我們再一個交叉路 可是在外交兩岸國防事務上 我跟民進黨的意志會是高度一致 因為我們對於如何讓台灣更穩定 讓台灣更安全的概念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我們認為我們要強悍 我們要武裝自己 我們才會更和平 所以這個東西高度一致的話 我覺得合作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李正浩你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你才很傷心的說 怎麼會這樣最高票落選 你還在那邊念說不想選了 這一回你挑戰的是林德福 他幾年罷了 你有怎麼樣贏他的策略 我覺得林德福是這樣 林德福其實我並沒有覺得說 他是個壞人或邪惡的人 只是說林德福從1986年 當永和市民代表的時候 那時候我兩歲 我強調我兩歲的時候 林德福當永和市民代表 那他現在37歲了 永和其實過去我小時候 因為雙和區我又支援國小 都在永和讀書 然後生活圈都完全一樣 以前永和的人都覺得自己 是光榮的地方 是文教區 是蛋黃區 與台北一水之隔 可是現在的永和坦白講 有媒體用人口黑力來形容永和 大量的人口外移 加上全新北市最高的房價 一坪房價最高在永和 所以永和其實我覺得已經到了一個 需要新陳代謝的過程 那對於林德福來說 我覺得他伴隨著永和的新跟衰 那不是說他做的不好 是在此時此刻 要讓永和煥然一新 是需要有新的力量來注入永和 所以說我的競選口外奇蹟 想好主視覺也做好 叫做永和上新菜 那我就問永和人今晚想要來點李正浩嗎 自以為肉麻大 有什麼要鼓勵他的前輩 鄭浩加油辛苦 我是覺得 是是是 鼓勵人家去選舉 我們台灣人有三個事情賣責 所以有一件就是鼓勵大家去選舉 但是台灣現在面對很關鍵的時候 李正浩坦白講 他可以說是國民黨青壯世代的人 青年一代的人 民進黨里浪三期或者合作的民主大聯盟裡面 有國民黨過去背景的 有綠黨背景的 有時代力量背景的 這代表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知道追求單獨在國會過半 可以是一個目標 但它是很困難的 單獨過半很困難 我們要整合台灣最大的力量 什麼是台灣最大力量 縱使李正浩曾經是國民黨 你知道今天我們在開中堂會的時候 賴欣德怎麼講李正浩嗎 他在民進黨的狀況上會講 李正浩曾經是國民黨裡面 推動民主改變的重要力量 炒協聯盟 他是誇獎他在國民黨裡面的表現 推動國民黨民主的重要力量 我們民進黨在誇獎李正浩的時候 是他國民黨時候的表現 民進黨沒有要整碗旁 它是一個民主大聯盟 來守衛台灣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講說 該講李正浩會面對的困境 但是我不認為李正浩是刺客 刺客就拿個貶子在那邊 嘟嘟嘟嘟這樣而已 李正浩要贏 因為這一次這三位我們今天 這三位我們提到的是 跨世代合作 跨黨派合作 跨領域合作 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勝選 所以正浩要當選 你不是刺客而已 正浩要贏 不只是要贏林德福 你內部是有一些挑戰的 瑞德大哥 我相信正浩已經選舉選了兩次了 選戰也經驗蠻豐富的 那麼我相信這一次在永和 永和號稱 因為林德福的優點 也就是他的缺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永和太久太久太久了 我記得他今天受訪的時候講過 點線面 他說他是點線面經營 我突然想起一個人 費洪泰也是啊 費洪泰也是點線面經營啊 費洪泰在國民黨內部都會輸給許曉欣啊 所以李正浩加油啊 江雖然是老的辣 但是江也太老了 老江太老 所以李正浩要加油啊 謝謝瑞德哥 好我們來看中國的狀況 雖然有一位台灣人 他是跆拳道得獎之後 拿著五星一起在那邊揮啊 然後批評台灣是鬼島 說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啊 他講的話大家只會笑他 真正沒有言論自由 大心文字欲的 而且幾乎已經為了要掩蓋習近平執政不利 經濟狀況問題很大 遭到民主國家的這個聯合的抵制 這樣為了避免這樣一個狀況 習近平最近幾乎是掀開了所謂的 文化大革命最新版 有哪些狀況 前幾天不是有講到說 只不過是說野狗作風優良 能打勝仗 馬上說這是在侮辱我們解放軍 一罰罰了六千萬 現在最新的一個情形 我們來看VCR 好彈道喔 如果我們可以說 如果我們可以說 我們可以吃 真正 真正 就是這幾句話 徹底熱毛全中國 香港國泰航空一架 從中國成都飛往香港搬機 有幾名空姐人都還在機上 卻一次聚在一起 績笑索要毛毯 但不會說英文的路客 結果被其他中國乘客當場聽見錄音 隨後果斷上傳 大笑乘客把blanket毛毯講成地毯carpet 同篇爆料中還透露有人嘗試用英文 詢問如何填寫入境卡 但空服員卻不耐煩回應 更有年長乘客要帶小孩去廁所 空服廣播請乘客回座後 向其他同事抱怨他們聽不懂人話 種種惡行讓中國網友紛紛留言 希望國家能處理一下 還有人說吊銷國泰的航線許可算了 喊花藥堅決抵制 國泰航空兩度滅火仍擋不住中國網友怒氣 官媒人民日報旗下帳號更發文重跑抨擊 內地遊客是香港服務業的衣食父母 國泰必須重拳整頓 嚇得國泰23號晚間在火速三度發文 稱全數解雇涉案的三名空服員 其實同時間我們都會觀察 那些客人有沒有不舒服的 有沒有需要我們特別的照顧 好疼 走多我 你只能坐在後面 你不能坐在後面 對比廣告拍的夢幻 現實中幾著玩笑話 讓國泰遭到全中國揚眼抵制 國泰航空自己恐怕也沒料到 歧視議題竟成了在疫情後的 最棘手挑戰 中國人覺得被侮辱 結果這件事情是野火燎原一般 一開始只是一個網友 他發文舉報 說他怎麼 這空服員怎麼可以歧視 不會說英文的人 或者是粵語的人呢 因為國泰航空主要是以這個 英國的資金為主嘛 那麼港 就是香港色彩非常濃 沒想到這個網友 他一直把文章貼著 他說沒有處理的話 這個貼文就是不下 結果沒想到呢 中國官媒緊接著跟上了 說國泰不能只是每次道歉 要重拳整頓 這四個字看起來很重 那麼最後的結果 就說這三名空服員 因為歧視的言論呢 這個就這樣被開除了 影響到了中國的玻璃心了 這個是人民日報 海外旗下的新媒體 叫俠客島發表評論他說了 中國遊客是香港服務業的衣食父母 國泰航空不能只是每次道歉 要重拳整頓 建章立志 煞停歪風 北京日報也跟著 北京日報跟進喔 說空服員 言語間的騎士一位 傷害的是中國人的感情跟尊嚴 所以這三個人 傷害中國人情感 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沒頭路 這麼嚴重 接下來再來看看 脫口秀演員之後呢 中國這個很知名的藝術家 也被說五入解放軍 為什麼 這個月敏軍 他的話在這個國際之間 是有拍賣價格 而且創下中國新高價的 說把解放軍 畫到一個長毛長腳 這怎麼行呢 是有入國軍 開始出征耶 觀眾朋友 他的話現在我們是摸不上了 太貴太貴了 解放軍這樣 這樣為什麼會有入國軍我不懂 所以我要請范老師 這個中國研究者來講 這笑咪咪的很可愛啊 國際拍賣價很高耶 為什麼這樣有入國軍 說作風優良能打勝仗 也叫有入國軍 這個東西很明顯 就是國泰航空的空服員 在戲弄中國的乘客 就故意 就是給你找麻煩啦 簡單講 或者服務態度很差 那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幾年 就是中國人跟香港人 他們彼此之間的仇視敵義 非常的高 老百姓對於這個 特別是這幾年來 特別是從雨傘革命以來 中國對香港這種高壓統治 很多的民眾是敢怒不敢言 因為他們對中國呢 是很反彈的 對中國人民 因為中國人民到香港去 也說財大祭出 不守秩序 五一 五一開始不是中國好不容易解封了 要去中國了嗎 你知道香港人怎麼講 天啊鬼門要開 對啊 而且過去 他們就不喜歡中國人 而且他們不守秩序 講話很大聲之外呢 過去香港的房市 都被這些中國人炒高的 而且他們的物價不斷的標示 但他們對中國旅客 而且對他們是不喜歡 但是相對來講 中國旅客會認為說 我們到香港消費 是給你們送錢來的耶 你們怎麼那種態度 你們心裡面還在想著 我們可是你們的衣食父母呢 對我們是你們財神爺 你們心裡面還在想著 要求新年之前的英國政府 用這種方式 瞧不起我們這個中國來的人 所以彼此這種仇視的敵意非常高 但這個當然只是一個擦槍點火 然後當然一開始 國際航空是想說 我們調查怎麼樣 想不到中國這個民族主義 一騷起來 真的很可怕 范老師你看這個 侮辱解放軍的行 解放軍畫得很陽光啊 太美化了 重點是你知道嗎 這篇文章是 但是他說他入解放軍 是2021年的舊文 最近撈出來的 最近撈出來又 又開始要這個 這個叫什麼 人民公審 悅敏聲耶 對 其實這個在為什麼兩年前 大家覺得沒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這個幽默嘛 那習近平現在是沒有自信 到說 給你說你說 說你是習維尼 維尼熊熊大家都覺得很可愛啊 因為他覺得你還要在醜化我 我就把你禁止掉 所以我覺得這種沒有自信的表現 就表示你看 這個連CUSO你一下都不行 那我覺得中國根本就沒有 自由創作的空間 任何的藝術啊 沒有自由的空間 其實就很難產生出 讓大家覺得賞心悅目的一些作品出來 就是都是為了政治而付 2007年他的作品在蘇富比拍賣會成交 是1億9千萬台幣 以後會更貴 那現在被中共 會更貴 我跟你講文字獄最大的麻煩是 沒有標準 只有領導的喜好 所以幾年前是好的作品 現在領導喜好變了 你就要進監牢 你知道嗎 那個脫口秀演員李浩時那個 作風優良 能打腎臟 是完全模仿習近平每次到解放軍就說 聽黨指揮 作風優良 能打腎臟 然後下面解放軍就一起 這樣子 他是在用那個詞來演這個段子 以前有過 那這次被弄出來說你在侮辱習近平 習近平不高興了下面揣摩上意 就罰他將近6千萬台幣 還要抓去關3年 然後有人就提出說 那不對啊 那個無精 中國的隱形無精 把解放軍比成狼 戰狼嘛 比成狼 那有沒有侮辱解放軍 要不要把他刷去關 要不要罰6千萬 當狼可以做狗不行 這什麼道理啊 騎士狗 狗比較忠實可愛 狼是惡劣的耶 所以帳狼有沒有侮辱 那捉狗不行 完全就是領導的小 這是侮辱的特色 所以中國現在